Hello 大家好 我是John Roger 行貓燦 我是一位食譜專欄作家 料理導師 和一個很喜歡講故事的Home Chef 意粉大家都很喜歡吃 有白汁意粉 蘑菇 蕃茄 很多時候我們煮意粉都會放白酒或紅酒 但沒想過其實我們都可以放這個Vodka福特加 今天我就要教大家做一個 福特加番茄長通粉 意大利文叫Benet alla Vodka 我們先講一下食材 食材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做長通粉 稍後會煮熟 之後我們會做裡面的醬 Penet Vodka 這是美國和意大利 從80年代出來的意粉 當然它的食材就是有Vodka 但我們的底汁都會用蕃茄 今天會用一些很好的Vine Tomatoes 藤茄來做 然後我們就加一點調味 會加一些Double Cream 很邪惡的 而我自己就加了一樣東西 當年我在英國讀書經常會放的 就是放一些豬肉腸 而這些豬肉腸 其實我會將它的衣脫出來 用它裡面已經醃了味的肉 事不宜遲 我們準備開始了 首先準備去煮這個通粉 這個是Penet 煮通粉有幾樣東西 第一就是煮鍋為何這麼大 這裡只不過是200克的粉 是要的 你要做得好吃 一定要煮鍋要夠大 水要夠多 水滾之後 你只不過要加少許鹽 外面有很多人說又要加鹽 又要加油 其實需不需要 是不需要加油 這樣就加點鹽 然後就全部把200克的通粉放進去 好 需要蓋蓋蓋 記得是不需要蓋蓋 煮大概6分鐘 好 現在在煮通粉的時候 我們就準備去切一下東西 這些就是Vine Tomatoes 即是藤茄 在超市或者街市售賣 其實用這些的好處 我覺得它真的有番茄味 但今天我們也會加少許茄膏 這個番茄洗好之後 很簡單地 你只切一粒粒就可以了 今天這個Pasta的菜式 其實可以很簡單 沒有甚麼特別的 煮得太複雜 尤其是80年代 在北美很流行 為甚麼呢 因為當年人們去夜蒲園 去樂園去跳舞 喝酒 意猶未盡 很多時候有些叫做After Party 在After Party裡面 又要繼續去喝 於是突然產生了 不如再放些Vodka去煮意粉 就有一個Pasta出來 但是當然人們說 為甚麼要放福迪加酒 因為如果大家煮食 就知道了 這些番茄是屬於酸性的東西 有時候會放忌廉 兩者是混合在一起的 但反過來 當你放些Vodka下去 真的不知為甚麼 它又會像一個介體 會把兩樣東西 幫你綁在一起 所以大家試一下 這就是煮食裏面的Food Science 現在把番茄全部切成一粒 然後處理完番茄之後 就是豬肉腸 這些豬肉腸 和大家平時吃早餐是不同的 這些都是外國入口的豬肉腸 為甚麼我會喜歡用這個 很簡單 其實第一件事 我會把這個衣去出來 然後我會把裡面的豬肉做餡 原因就是 如果你看到裡面的成份 它已經醃了味 很多時候會有香草 甚至有些調味 放在裡面 這樣便會用它來煮 變得很節省時間 你不需要再做太多東西 這就是小小的Trick 好了 把它拿出來 用多少呢 其實是無所謂的 四次六條就可以 看你視乎多少人吃 還有你自己有幾套 我們很簡單 把它切掉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還有少許蒜頭 蒜頭也很簡單 把它切片 就是代用的 剛才我們已經拆了 這些豬肉 我們先去煎一下 煎香它 還有我想拿去裡面的豬油 我用明火大約是中火去做 很快 你看到已經很漂亮 很香 你買這些 不如一買 是大型一點的 超級市場就好了 那你說 John Sir如果沒有這些 可以買平時的 雞肉腸 這樣 沒問題的 可以的 但你不妨試用這個方法 真是好吃 好了 煮一煮 煮到它 已經有少許金黃 就可以了 然後把它轉起來 好 好了 留一點油 然後呢 再加少許 如果是沒有什麼油的話 加少許 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把 就先我們已經切好了的 番茄一粒 放進去 然後呢 我們爆炒 下了它之後呢 可以在明火裡開大火 那這個步驟呢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把那些番茄呢 煮到它是開始爛開 那然後呢 我們可以把我們就先 切好片 切好粒的蒜頭 放進去 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意粉 那大家可以 話就說是燒東西吃啦 其實有時候 你當一個正餐吃 都可以的 沒問題的 好了 現在呢 我們番茄呢 煮到差不多了 已經開始有些微爛 那這個時候 要加些什麼呢 這個時候呢 先把我的鮮豬肉腸 放進去 回一回鑊 倒回所有的 不要浪費 好了 那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呢 加我們的主角呢 就是加少許這個 這個福特加 加少許福特加 加少許福特加 讓它呢 有火出是對的 因為呢 熱力是夠了 先煮一煮 好香 然後呢 這個時候呢 我就可以 加少許這個茄膏 令到它的味道 更加提鮮些 那大家記住 茄膏呢 一定要是要煮一煮 才有香味 我自己挺喜歡用這些 好像枝狀的茄膏 因為你 用多少 多少 放回雪櫃 然後呢 我們就準備 這個是雙重忌廉 即是Double Cream 下Double Cream 記住 將你的明火 轉小 因為呢 不會讓它太快 很容易會煮焦 將Double Cream 慢慢加下去 那你問我 咦 如果我不下Double Cream 下其他忌廉 可以 那你用回平時 我們煮菜的淡忌廉 但你記住 不要買錯 不要買了是用來做甜品的忌廉 這個 那由於呢 我已經加了 Vodka 那我現在呢 再加上Cream 就不會出現 即是分開 它的效果 反而呢 它更加是令到 整個醬汁是融為一體 那這個就是呢 煮這個菜式的重點 那我們煮到它 大概五分鐘左右 然後呢 我們就看一下 我們的通粉 如果基本上 通粉已經煮得差不多OK 我們就可以全部倒進去 醬汁已經煮了差不多五分鐘 然後呢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 將我的Panet 長通粉 放進去 記住不需要過冷河 還有呢 我會連上去有少許Pasta Water 是覺得OK的 因為為什麼呢 Pasta Water 是可以幫你修汁的 直接小心地一次過倒進去 然後呢 將它攪拌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就放一些很邪惡的芝士 那這些呢 就是巴馬臣芝士 巴馬臣芝士 好了 將它刨一些芝士 下去 那最後呢 再放一些碎番茜 基本上呢 那麼邪惡呢 即是令我很多回憶的Panet 就已經做好了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呀 再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